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辈歌手们在彩排时聊到 大家因为疫情都尽量减少出门避免群聚 西青也提到 现在都不敢出门 而她最大的乐趣是躲在家里追李炳县的韩剧 西青更少女心爆发地透露 从早到晚有空就追 甚至看到凌晨四五点才睡 不过她也预告 将在演唱会献唱粉红色的腰带等招牌歌曲 文湘也在筹备演出 但在5月20日她还与好姐妹相约 替文夏老师过93岁名诞 她说 聚会的餐厅原本热门到一味难求 却因为瘟疫影响 每日只剩两桌 86岁的纪录侠 先前固定每周二 四在音乐班教课 学员约百余人 受瘟疫冲击下剩不到一半 目前处于停课阶段 她说 当初接到超过50年交情的文湘邀约 因为怕感染而耽误演出 索性就先暂停音乐课程 自己乖乖待在家里 更嘱咐儿子 媳妇 这段时间先别回来吃饭 避免与人过多接触 她直言 每日看新闻报道 真的怕 很害怕 之后纪录侠还透露自己将演唱 《忘你早归》 《孤练花》等经典歌曲 西青本名刘丽珍 因演唱过许多筷子人口的布袋锡歌曲 人称《布袋锡歌后》 西青与布袋锡结缘与偶然的忌讳 西青因为出道较早 16岁便开始踏入江湖 是海山唱片的一员唱将 那时恰逢黄军雄大师 想为布袋锡歌曲的幕后演唱 寻觅合适的声音 因此通过陈和平老师的推荐 西青与东青 南青三人和黄军雄大师 有了初次接触 后来 黄军雄大师在听过西青的歌声之后 格外有感触 为其歌声所深深撼动 再加上西青和黄军雄大师同是云林人 在所谓《月是孤香远 人是孤香美》的音缘下 西青便成为黄军雄布袋戏的幕后主唱 西青早期跟随宝岛歌王叶启田灯塔演出 1969年被迁进海山唱片 1971年在黄军雄布袋戏《六合大忍霞》中 西青以《可怜九家女》异曲成名 随后更主演同名电影《可怜九家女》 从此 西青女士已演唱布袋戏歌曲闻名 由其一首《苦海女神龙》 为她在布袋戏歌曲演唱史上 奠定了不可动摇 亦不可替代的地位 不过 西青的婚姻却不太顺利 她的丈夫便是布袋戏大师黄军雄 而黄军雄在和西青结婚前 已经有过一段婚姻了 黄军雄与大方陈美霞育有三子 一序是黄强华 黄文泽与黄文耀 其中黄文耀与黄文泽为双胞胎 因民间习俗过继给伯父黄俊青 后来自创《天语》系列布袋戏 不过 之后黄军雄便和陈美霞离婚了 而原本与父亲共同经营的黄强华 1992年时 因为和黄军雄对市场经营看法不同 带着弟弟黄文泽自立门户 成立霹雳系列 但黄军雄认为 过多的创新将流失传统 将霹雳放手给黄强华经营后 自己则与第二任妻子西青所生的子女 另设《天地多媒体》 坚持延续传统史燕文精光系列 以经典人物如史燕文 藏镜人为主 戏码也多来自改编传统经典戏剧 但是 这段婚姻也并没有走到最后 2014年12月 便有人爆料黄俊雄和西青早已离婚 消息一曝光 引来大批网友热烈讨论 据悉 两人虽然还会同他演出 但双方已在20年前离婚 知情人士更套路 黄俊雄风流才子的个性 堪称是布袋戏版的阿基师 两人签字离婚时已经有了共识 不将此事告诸外界 加上当时两人在云林发展 云林民风淳朴 黄俊雄拜托西青暂时别搬走 以免引人议论 所以直到签字离婚三年后 西青才搬回台北定居 过着平淡生活 据报道指出 黄俊雄与西青离婚的原因 其实与黄俊雄的风流有关 两人因为工作认识 那时布袋戏很轰动 连带着主题曲也很轰动 布袋戏偶是木头 没有灵魂 穿插的歌曲就是戏偶的灵魂 黄俊雄让布袋戏偶主题曲 西青沧桑凄美的歌声 让戏偶有了生命 两人因布袋戏结缘 1971年 西青更予一首可怜的九家女走红 她还成为同名电影女主角 而黄俊雄当年为了追她 跑遍全台 尽管双方年纪差近20多岁 但在黄俊雄温柔体贴追求下 两人在1975年结婚 西青为了家庭 更是淡出演艺圈 替黄俊雄生下一子一女 而后黄俊雄越来越红 其中不乏大批欣赏老师才华的女粉丝 通过各种渠道示好求爱 知情人士称 大师当年其实就很像阿吉诗了 但这让西青相当不满 到了1981年 黄家将工作重心移回云林 更投资饭店交给西青达店 没想到黄俊雄竟以饭店柜台 女工作人员搞暧昧 让西青觉得 怎么跟谁都能有绯闻 于是她坚持要求离婚 尽管黄俊雄苦求 仍换不回夫妻缘分 两人就此签字离婚 对于离婚一事 西青接到记者求证电话时 虽然惊讶 但也表示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都过去了 更说自己现在 与黄俊雄是很好的事业伙伴与朋友 还叮嘱记者 别写得太夸张哦 她与黄俊雄离婚后 虽然偶有联系 但双方不曾同台 直到2006年 儿子黄立刚投入布袋戏 西青为了力挺儿子 才与黄俊雄同台 但也没向外界解释往事 离开演艺圈后 西青做过房地产投资 但坦言没赚到什么钱 近来则是支持儿女事业 接商演 与黄俊雄的相处模式 则向亲人 自己颇喜欢这般 云淡风轻的生活 黄俊雄和西青的一对儿女 女儿黄凤怡 儿子黄立刚 他们从加拿大读书回来 继承布袋戏 2018年 黄凤怡任职天地多媒体 处理金光布袋戏的授权事宜 同时也帮爸爸黄俊雄 安排每日邀约行程 来自布袋戏家族的黄凤怡 相当活泼 我从小跟随父母登台演戏 所以我也很喜欢唱歌 甚至在爷爷黄海带 107大寿上现唱 不过黄凤怡表示 妈妈西青的歌声 天生有沧桑的江湖味 加上每日一颗生鸡蛋的保养 她的好嗓音 唱布袋戏歌曲特别有特色 我的声音和妈妈完全不同 是娇柔有着同音 再加上都唱流行曲 唱歌发音方式不同 唱布袋戏歌曲 非常努力学妈妈唱法 都没办法唱出特色 所以好长一段时间 黄凤怡好讨厌自己的声音 也不想唱闽南语歌 从小喜欢幻想的黄凤怡 也喜欢看动画 电影和布袋戏 这对她的创作帮助很大 她说 这是我生产故事的后盾 对于歌唱事业 黄凤怡说 传道我这一代 布袋戏歌曲像流行歌 比较现代 她计划改编妈妈 唱过的布袋戏主题曲 让现代人更能接受 妈妈虽然当年很红 但一辈子没开过个人演唱会 我很希望有一天 能帮她办一场演唱会 女儿黄凤怡的话 句句落在西青心中 她戴着墨镜虽看不见眼神 但嘴角的笑意 掩不住内心喜悦 此时 西青谈起女儿小时候 爆料她不爱读书也很调皮 她喜欢当大姐头 带着其他小朋友玩 甚至在公园游玩聊到深夜 有次黄凤怡被认识的警察 带回警局 来电要我们领回家 当时开了家今夜饭店的西青 相当忙碌 黄凤怡的调皮和叛逆 令她苦恼 最后和黄俊雄上议 决定送黄凤怡去台中姑姑家 但在台中的黄凤怡 仍不改爱玩习性 甚至和别人吵架斗殴 她姑姑相当惊吓 立刻来电 我们只好赶去台中将黄凤怡带回胡尾 年幼的黄凤怡不知父亲黄俊雄 才是自己心中的真正英雄 爸爸的一些话改变黄凤怡一生 我跑江湖多年 看过许多女性领导人 最后都是悲剧人生 要想成为领导人 应先充实自己 未来你们的年代将不再是用拳脚打天下 而是靠头脑和丰富知识 才可领导别人 现在回想父亲的话 黄凤怡更感谢她那远见的眼光 黄凤怡说 家族的布袋戏事业 年轻时对她来说曾是沉重负担 如今她扛下使命 近年来西青身体不好 已逐渐把布袋戏割后的棒子传承给女儿 面对2018年新的一年 西青的愿望是 希望黄凤怡嫁个有钱老公 未来衣食无余 一旁的黄凤怡哈哈大笑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结婚永远是最后才想的事 我的爱情观受到父母影响大 未来的伴侣 一定要可以和我携手打造事业 黄凤怡的愿望 便是希望继续唱布袋戏歌曲 努力创作新专辑 也将改编翻唱妈妈演唱过的布袋戏主题曲 希望让布袋戏歌曲更加流传 尽管岁月再无情流逝 社会环境再不断改变 日新月异 然而只要听见这些布袋戏歌曲 旧有的记忆一是鲜明的烙印心中 那些英雄故事儿女情长 随着一手手的布袋戏歌曲 盘旋在人们脑海 不曾褪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您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